按照原定计划 乾隆御龄本打算1976年完成清理并对外开放 然而事实上这项工作直到1978年才完成 耗时将近三年 那么这其中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话说当时 开启工作敲定之后 清东陵文保所立即组建了一支清理工作组 由副所长郝春波带队谢九曾也是其中一员吧 大家就开始准备动手了 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却怎么都找不着地宫的入口了 这怎么回事 其实地宫正式的入口在哪 当时谁也不知道 大家想到的是从当年孙殿英盗墓的盗洞先进 毕竟盗洞虽然已经被填堵了 但是挖开填堵的缺口 不会对地宫造成新的破坏吗 只是没想到 按照副所长郝春波所指的盗洞位置 大家挖了半天 竟然不对 你来看照片 从照片上来看 副所长郝春波所指定的地点 的的确确确就是当年的盗洞位置 也就是民间所说的 琉璃影币下的神道正中的位置 可是当时 大家从琉璃影币向下挖了得有一人多高 却没有找到当年盗挖过的痕迹 问题出在哪儿啊 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此时 有人呢 用这个撬棍 往旁边撬了一下 再挖了一铲 情况突然大变 原来当年孙电英锁挖的倒洞 朝向并不是垂直向下的 而是从琉璃影币下方往北直接掏进去的 这个时候 工作人员连袍带翘啊 这才把当年那条通向地宫的倒洞 给经理了出来 随后 杜清琳和同事们拿着手电筒 率先钻进了倒洞 说实话 这个时候 大家的心呢 是既好奇又紧张 因为这个时候 距离孙电英盗墓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 此时的地宫内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而这一次重新下到地宫 又会有哪些意外的发现 当时 杜清琳他们小心翼翼的前行了十几米之后 突然 他们在墙壁上摸到一些奇特的纹路 借着微弱的手电光细看 原来 一道上面满是雕刻的巨大石门 挡在了他们面前 第一道石门一推就开了 随后第二道石门也被轻易推开了 但是 当杜清琳他们来到第三道石门的时候 怎么都推不开这道门 这又是什么回事呢 大伙出炉意 是枕木跟千丁顶 一台一台打打个算 打个算叫这个寿人 体型那个就挤进去了 到了一看 那里边是那个锅 把那门顶住了 一头的棺材 是手间一照 全是七颗 我还说一句话 我说这个 可别弄坏了 这都是七颗 很显然 这是当年地宫被炸之后 墙体渗水 棺木被大水给浮起来 移动了位置 而往前再看第四道石门呢 只有空空的门洞和躺在地上的两个门扇 其中东扇门还算完整 西扇门则碎成了好几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史料记载的非常清楚 当年孙殿英盗墓前三道石门打开很顺利 只有第四道石门打不开 于是他们就用炸药炸 这道石门就是当年孙殿英盗墓的时候给炸坏了 这就是文管所工作人员下到地宫之后所看到的情况 残破不堪满是会将 但是他们也注意到了 有一样西式珍宝 是当年孙殿英没能盗走的 那就是玉林地宫里边满墙的艺术雕刻 令人眼花缭乱 我就感到奇迹 这里没有空白石道 全叫恶